非常高兴 那我们接下来大概有5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讲什么完全是各位决定的 如果扫了这个QR Code的话 就可以到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这个匿名聊天室的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你只要想问我什么问题 你直接打字就好 而且也不需要举手 不需要揭露你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取个笔名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因为大家都在划手机嘛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你看到别人想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可以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多 它越会浮到最上面 现在就已经有一个了 就是你给现在迷惘青少年的建议为何 而且这个迷惘还是一个wordplay 就是说觉得网路这个很沉迷 的这个青少年的建议是怎么样 这很好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五个赞了 表示在场跟其他会场加起来 有五个朋友想要听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有林卫朋友目前附和这个政委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这个可能要跟左邻右舍多拉票 那我们大概到五十分钟结束的时候 如果我还不能回答全部的问题的话 那先各位说声抱歉 不过所有问题我都会看到 那但是呢如果五十分钟还没到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也没有人要再追问的话我们就会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 我也不觉得说这次会提早结束 所以大家就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那这个是对于我们在这个会场跟远去会场的朋友最公平的一种方式 因为所有人打字的速度都一样快 不会因为麦克风在我手上 大家就不能够打字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 有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你给现在迷惘的青少年的建议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因为对我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去跟迷惘相处 跟迷惘不断的相处就是达到人生的意义 那这个是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的话 其实早就解决了 如果要看到好比像说 就是切后变迁啊 或者是现在COVID肺炎啊 或者是就是网路上的这个假讯息 以及民主的这个倒退啊等等 这些如果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的话 大概早就解决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跟迷惘相处 没有办法跟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相处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好像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就立刻就套用上去 那通常就是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能够跟迷惘相处才能够让创新 能够透过你来临才能够让未来透过你来临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受不了迷惘 是跟那个迷惘多相处一阵子 而且很快就会发现说 很多人跟你在迷惘类似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变成 好像刚才讲到一个制约里面 每个人在跑道里面去跑个一二三名 而是说你看到你往这个迷惘的方向 往一团迷雾里面跑过去 然后这样第一个你就赢在起跑点上了 因为没有别人跑这个方向 那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你会看到其他志同道合也觉得 这件事情是一个mystery 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他也想要了解的一群人 那这样子才真的能够达到 就是共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去创造大家共同的一个价值 那有2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那担任政委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先介绍一下政委这个工作 我在行政院里面担任政务委员 那我们不止一位政委嘛 我们有数位政委目前有八位 那这八位政委呢 大概就是分门别类对于新兴的议题 而这个议题又没有单一的部会 能够处理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协调各种部会不同的价值 每个部会是一个不同的价值嘛 那如果他们的价值一样 就会被阻改被整病 所以还活下来的部会 大概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的 那这个时候呢 在一个新兴议题出现的时候 我举例好比像说 像电子竞技啊 eSport刚出现的时候 那文化部就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们管的是传统文化嘛 等电竞有两百年历史的时候 再来找我们 他们认为说 这应该是教育部体育署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运动嘛 那体育署就说 我们每天这个学生上这个课啊 找自习要有一小时的运动 难道你叫他们打电竞吗 他没有用到这个肌肉啊 不能算是运动啊 他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活动 应该是经济部 这个商业司或工业局来管一下 那经济部就主张说 这个我们只是管球场的啊 就是说我们只是做运动器材的 什么时候球员也归我们管了 当然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所以当政委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每个新兴议题来 而每个部会都主张说 这不是他的事情 但是这个电竞巡手还是要这个有办活动啊 他们连场地都借不到 连这个外面来的这个就是visitors 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这个工作项目没有一个部会啊 帮他担任这个主管机关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是碰到问题是确确实实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个困难呢 坦白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做的事情呢 是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啊 我们可以看到说 自从我担任政委以来啊 我一共个主持的会议 或者是大家来拜访我啊等等 一共有5563个人来找我 扣掉我自己嘛 那在1300多场会议里面 讲了接近这个三 接近30万 举不同的话 那所以呢 我们整个电竞的这个协调的过程呢 任何人都可以很简单的 一目了然的 去看到说所有的电竞选手 在当时的那场宫听会说了什么 他们碰到怎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以及最重要的是 每个部会到底一开始啊 是怎么样主张说 这不关他们的事情 那所有的这些呢 都非常的具细迷移的公布在这个网路上面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事情都在这边 那包含这个Garena啊 这个就是电竞相关的一些公司啊等等 就说不是不能来Lobby啦 但是呢 来Lobby的时候呢 因为一切都是公开的嘛 所有人讲的都是一些对公众利益有关系的一些好事啊 就不会去这个为他自己的私利而牟利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像公开会议记录那样只有主席才是跟发言摘要哦 而是说每一个不同的部会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每个字都公开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有这个红绿灯啦 去公布说绿灯的部分感谢谁愿意现在做什么认定 哪些黄灯的部分目前还需要一些讨论跟协商 哪些红灯的部分啊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 然后呢我就公布这样子一个逐字的记录 去我们的网路上面 好比像说像就是八卦版啊 那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就是LL版啊 或者是Mobile01啊或者是巴哈姆特啊 这些都是在网路上面一些关心电竞的朋友群聚的这些地方 那当然分享上去之后呢 底下当然就会有一些不理性的没有看过这个就推文的留言啊 那但是呢大概到第五个留言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专业的见解 就是所谓专业的五楼啊 那专业的五楼的意思呢就是说 他是第一个能看完文章 而且还PO出见解的 前面四楼都没有看过真正的这篇文章 但他能够最快看完表示他是domain expert嘛 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呢就会有人提出很棒的论点 好比像说围棋是一种电竞 因为围棋现在都在网路上面下 而且电脑下得比人好了 那又或者是说那个他认为说 哎文化部也有围棋的替代意啊 那这个电竞应该也比照围棋啊 有这样子一种替代意 或者有人主张说哎承认他不是体育 但他是一种运动嘛 表演赛事运动 哎这个还是体育主的事情啊等等 也就是说我会把网路上面的这些朋友们的意见呢 又带回行政院来分享 那当然我会把惊叹号都拿掉 而且把这个不相干的部分都省掉啊 那所以我们在行政院就会看到说 哦原来网路上的朋友这么专业这么有创意 那当然呢我们的竹字记录在公开之前 其实也是编辑过十个工作天的 那所以呢常常有很多朋友 这个来开会的时候是非常坚持己见 但是回去编辑竹字稿的时候 他不得不把别人的论点又再看过一遍 然后常常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说 哎那郑伟不用再协商了 我们后来仔细的考虑觉得这个网友的意见了 其实他不会意见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在协商了大概不到两个月 我们就解决了电竞选手的这个问题 因为给他一个新的定位嘛 就是说他是一种智力的运动 而且呢围棋也是一种智力的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比照围棋身手有什么 那就有什么 那所以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 其实就是social innovation 就是社会创新 他的定义就是众人之事 众人助之嘛 因为传统上面我们说政治管理众人之事嘛 好像我们是管理员 其他人都是使用者啊 但是现在呢 所有人他只要看到我们的这个脉络 我想不通的事情 整个社会也可以一起想 那当整个社会一起想的时候 这个众人之事就变成最好的最新的想法 像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你只要打个1922 你的最好的想法 好比像说指挥官都应该戴粉红色的口罩啊 等等的这些想法 在隔天马上就变我们带状节目的这个主角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新的想法马上就扩散 增幅到整个社会 那我们就可以empower这些 在社会的第一线 想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的事情 所以我解决困难事情的方法 简单来讲就是 crowdsourcing 就是群众外包啊 有20多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建议台湾的学童几岁出国念书啊 台湾的教育已经被玩坏了 没有国际观也没有底蕴啊 那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小孩 他只要连上网际网路 他立刻就有国际观 如果他写一些火星文的话 火星文当然还有星际观啊 那所以 星际观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就要殖民火星了 并不是说星际观不重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不管你在哪里 像我当时在11岁 我是在德国嘛 我在德国读了一年之后 我回台湾 心脏开刀 开刀之后当然身体就好了 我理论上可以回德国的啊 那为什么没有回德国呢 就是因为当时在台湾接触到了网际网路 我就发现说 我在德国的朋友 我在美国的朋友 我在各地的朋友 透过网际网路 反而我就是更能够接触到 他们最新的思考 最新的这些贡献 他们这个正在写的paper 还没有投到期刊上面 我就可以在网路上面跟他们互动等等 也就是说只要接上网际网路之后 就没有小众这个问题 我当时13、14岁的时候 比较沉迷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维根斯坦的这个逻辑哲学论啊 这个哲学探索啊等等 然后想要这个写一个程式 去把这样子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啊 所谓的现在会叫做deep learning的 这样一种方法啊 写个程式让电脑能够去进行推论啊 做自然源处理 就是AI的工作了 那但是我当时才小学六年级 国中一年级嘛 我的同学没有人对这个有兴趣 我觉得非常的孤单 非常的寂寞 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国际关 没有抵运啊 维根斯坦都没有看过 对 那但是呢就是我想不管再小众的兴趣 像我当时那个兴趣在所有的13岁的人里面 可能就是一万分之一的兴趣吧 一万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人对这个有兴趣 但是一万分之一在台湾也是2300人啊 2300人很多人啊 也就是说我只要连上网级网路 我马上就可以接取到 所有在台湾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朋友 以及全世界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朋友 那那样子我写一封信去给这个研究者 这个研究者也不知道我才13、14岁 也不知道我查了很久的字典菜 写得出那封英文信呢 甚至有些研究者 像有一个AI的这个大师叫Douglas Hofstadter 就是GEB 戈德艾雪巴哈这本书的作者 普利兹奖的德祖 那我写了一封破破的英文信给他 他马上用汉语拼音写回来 原来他会讲中文 我字典白查了 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当有这种共同创作的社群存在的时候 我建议就是你就是如果有台湾的学童的话 那你就是尽可能让他快速的接取到这样的社群 他如果对于地理有兴趣 那就是开放街图社群 大家一起来做地图 如果对这个文学有兴趣的话 那说不定维基百科 大家一起来去编一本百科全书等等 这样子的话 你一下子就进入这个made in the world 就是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一起创造这样一个概念里面 那这样自然就会有国际观 而且也可以学到很多火星文 更有星际观 我们在20位朋友要说 请问就我的了解或者是预测 会计师的行业未来会变得怎么样 会被消失吗 意思就是不是自愿消失 而是被消失 我想是不会有什么行业被消失了 我们之前有看到说 就是World Economic Forum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有过一个推测 就是说当AI这个全面的普及的时候 有哪一些这个工作的内容会消失 那有哪些新的工作内容会被创造出来 那我记得他们会消失的第一个 就是在银行去判断受信 要不要贷款给某个人的那个受信判断的那个工作 那果然好比像说我们在这个防疫纾困振兴里面的纾困那个阶段 我们确实是看到说 好比像说像中国信托 他们在处理那个劳工的纾困贷款的时候 真的有高达三分之一的受信 完全是用AI的pipeline去解决 里面完全没有经过人类的这个双眼 他因为这个application跟之前的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信心指数非常的高 所以他就直接受信出去了 那但是呢 这个不表示说他们负责受信业务部的朋友们就消失了 并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还有三分之二的题目 因为是新的机器之前没有看过也没有训练过的 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不是在这种很荣的很重复性的工作 而是当新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 他要想办法有点像是那个宝可梦训练师一样 知道说他要用哪一种演算法 用哪一种辅助式的智能 就是去决定是谁啊 来就是处理这样子新的流程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世界经济论坛也有提到说 有一个叫做植物流程再设计 或者是体验设计 这个有很多讲法了 服务设计等等的这种新兴的工作正在出现 因为如果你能够去检视自己的工作里面 有哪一些部分 看起来像是重复性很高 输入简单输出简单 每个人只有这个速度的差别的话 那那些部分呢 现在确实透过AI稍微看一下你的工作 他就可以把这部分拿过去做 那但是呢 去系统性的检视工作流程的这件事情 目前机器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发现说 凡是数位转型比较成功的这些组织 他们中间这些工作者呢 一方面当然他自己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有创意 但二方面他也触类旁通的去教其他的不同的 好比如同样都是服务业 那做金融服务 那或者是做律师 做会计师等等这些不同的服务 其实这里面有些可以出类旁通的一些方式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跨业别的去帮助其他人 进行数位转型的这样子一种mentor 像一种业师导师的这样子一种角色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只要社会还有需求 当然不会消失 但里面就是每个人做起来都差不多 觉得自己好像工具人的那个部分 可能就是会被人寻工具 所把那一部分的工作所取代 但是不是把整个职业所取代 我想这个大家的工作职业的部分 work的部分跟特定的工作项目 task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过分认同这个部分 那当然会不免觉得有失落感 但是如果重点是要创造共同的价值 给这个社会给出价值的话 那这边自动化程度越多 你自己的创意的部分就越高 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现在covid-19仍然有这个持续蔓延的可能 未来有没有什么超前部署的建议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确实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一大早起来 就要跟美洲的朋友去互动去视讯 那我们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 就要跟欧洲 好像今天才跟这个瑞典的朋友 这个有一场视讯 那还有非洲的朋友 那他们都是很想问说 如果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超前部署的话 那是什么 那所以我通常都会打口罩出来 然后说如果你只能记住一件事情的话 那就记住我们在一开始 台湾疫情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记得苏文昌院长 有拍这样子一个 类似这个宣传照片 他这个手放在这边 然后说这个就是保持镇定 戴口罩勤洗手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poster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是把三个重要的讯息 一起这个捆 就是统捆 就是绑起来 就是说第一个don't panic 就是因为这个 如果没有办法保持镇定的话 那不管是洗手戴口罩也好 都不可能确实的做好 那第二个是说 戴口罩到底要做什么呢 是protect you from your own unwashed hands 就是说戴口罩是为了让自己不要 没有用肥皂洗手 就碰自己的脸 那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不管是任何本来的这个文化 好比像说捷克 本来没有戴口罩的这样子一种文化 或者是说本来只有医护人员可以戴口罩 这样子一种文化等等 他们听到这样子的想法就是 哦原来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免于被自己没有用肥皂洗的手碰到 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们就发现它的扩散系数 它的R值啊 比其他的说明的方法要来的高 好比像说戴口罩是尊重别人啦 戴口罩是保护别人啦 戴口罩可以有效的这个律过全部的病毒啦 那这样他可能就不会去洗手啦 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都说真的这个不太容易在社会里面传播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分享台湾model里面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把保持镇定戴上口罩 让自己这个用肥皂洗手 他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 这样子一个概念能够这个散播到全世界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vested interest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之前有过参与参与过嘛 就是我们在台湾can't help.us 这个台湾模式的那个网站里面 这边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有参与过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政府架的 是那个就是聂用珍他们在这个纽约时报等广告嘛 是群众募资也是一个社会创新来的东西 那不但有这个请到我们的陈建仁当时的副总统 来分享这个传染病学 好对那还 然后而且呢 这边也有这个高达70万位朋友啊 其中一半是这个愿意具名有名有姓的 是用当时所谓的就是口罩4.0 俗称4.0的那一套系统来护台湾驻世界 那所以就是说当大家发现到口罩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这个不是台湾的外交部或台湾的政府在卷口罩而已 事实上这是有名有姓的一大堆台湾的人名 那这个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我们可以来找一下唐凤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这个贡献了36片口罩 给全世界需要帮忙的医护人员 不过这个数字不是真的都是我了 那我只有6片的quota啊 其他还有唐凤平啊 唐凤敏啊 以及唐凤仙等人啊 大家都有响应啊 对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创新啊 就是说有些人他自己家里真的有口罩了 他不需要去用我们的口罩使命制 那他就把他实际上没有拿到之后 也不会想要再去拿的这个 他反正拿不到了的口罩额度 就是expire掉的口罩额度 就在他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意通里面按几个键 他就可以说我指定外交部要把这个卷给国外 那这个是起到了一个像是试吃包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国外的朋友的医护人员接到了我们这些口罩说 发现这个真的quality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在他们的这个人民想要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外交部就会接到他们的电话 然后外交部就说 哎我想要介绍我们的口罩一贯厂给你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blueprint 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那边做技术转移 他可以24小时运转 每天产生出200万片口罩 几乎不需要任何的人力 而且还会多一些原料可以做防护衣什么的 那所以突然之间made in 台湾 不只是这个东西product made in 台湾 也是这个process 这个service 甚至当他们真的一贯厂设置起来 开始要分布的时候 哎我们还可以说那我们口罩地图 也给你们参考啊等等 也就是说把台湾can help 这个国际形象是透过大家的社会创新 让所有全世界的朋友们知道 所以这个台湾can help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个概念 那我们也是在 现在大概一天我大概有六七场啊 就是去跟全世界各种各样不同的朋友们 去宣扬我们这种的透过口罩来 提醒大家要用肥皂洗手 这样子超前部署的一种建议啊 有19位朋友们问说 哎中国跟美国冲突啊 给台湾跟台湾人的建议啊 那当然就是说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be resilient 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弹性啊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台湾未来发展的方向嘛 就是不断向上仰望星空 什么叫不断向上呢 就是每年玉山会长个2.5公分左右 那literally不断向上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一边是这个欧亚路板块嘛 一边是菲律宾海板块 那这两个板块呢 这个很喜欢彼此 那所以就不断的就是地震 那每一次地震呢 我们就会收到一些这个国家级警报啊 或者如果有人没有收到 那就是又是国家级边缘人啊 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些边缘补上啊 可能要用边缘人运损 不是 边缘运损 这样一种方法 那去把这些边缘补上 确保大家都收得到地震的警报 那这个地震的警报呢 就不但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部署 他比方说智慧型电梯啊 这些时候 他只要一接到这个地震警报 他要在楼层停下来 他不要在楼层跟楼层中间停下来啊 等等的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筑物 透过智慧建筑等等的方式 他变得越来越能够因应这种的板块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 但不只是这个防震结构嘛 我们知道101有很有名的防震结构 不只是建筑物的防震结构 也是我们心灵上面的防震结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跟 好比像说在PRC那个方面 他们认为说 这个国家就是可以收集全部的资料 分配所有的资料 掌控所有人民的资料 那又或者是说在这个美国的状况 他们觉得说资料在大公司的手上 可以这个汇聚起来 而且可以提炼好像石油一样啊 提炼出一些不知道什么啦 大概insight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或者像说这个欧洲的朋友们觉得说 哎不是啊 这个应该用社会部门让个人来拥有自己的资料 而不是让大的企业或者是大的这个政府的组织来进行运用等等 这些不同的我们叫做normativity嘛 不同的常规的这个情况 同时在台湾存在 不管任何题目 我们都可以看到三方都有非常多的人在argue说 不管是公部门私部门或社会部门啊 应该取得主导权 那所以每一次就是出现这样剧烈的震荡啊 那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些社会创新 这些社会创新是可以照顾到各种不同的这个方面 甚至不同的generation 就是不同年纪的朋友 好比像说我们一年多前通过的那个结婚不结姻嘛 那样子一种概念 就是同时照顾到想要这个婚姻品权的朋友们 跟觉得说姻亲啊 这个关系啊 实在是跟这个就是同性婚姻是不一样的事情 这两边因为各赢了一个公投嘛 那所以我们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去超连接到这个结婚的部分 但是不超连接到结姻的这个部分 忽然之间经过一年多发现超过这个百分之十的朋友本来不不不谅解 可以呃同时照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 但是呃不leave anyone behind 就是不让任何人觉得说好像被排除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开放式创新一直都是台湾的性格 我们就是保持这样子的性格就好了 有十八个朋友问说人生啊至今啊最让我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啊 我其实蛮后悔说我当时12岁接触到网际网路的时候 我没有直接就去跟学校争取说我就可以在家自学啊 我一直拖到15岁才做这件事情浪费了整整三年啊跑去学校 那也就是小学六年级国中一年级跟国中二年级上学期啊 我当时要是更有勇气一点那我就会主张说我连国中都不要去念啊 那但是呢当时当然并没有那么容易 大家知道当时是有强迫入学条例 呃其实现在还有 你如果不去念的话呢事实上是要罚还的 好像是要罚100元啊但是是可以逐次处罚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我的校长不支持我的话 其实那就是变成像一种公民不服从一样的行动 所以虽然我当时在12岁的时候接触完网际网路之后 就没有那么想要去学校念书 但是我还是很勉强的去了国中 但是去了国中呢也不错 因为后来那位校长杜惠平校长北正国中 他看了我去写给这个研究者的那些信嘛 我把email印出来给他 那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而且moreover我还会帮你去瞒着教育局哦 那对这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哦 不过这个追溯期已经过了 对那所以这个也不是没有好处 因为这个就让我觉得公务员体制里面的创新啊 从此我就有无穷的信心 我碰到每个公务员我都觉得说他应该跟我当年那个校长一样 很愿意在体制里面创新啊 所以虽然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我确实会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辍学 那但是呢就是命运让我碰到都会平校长 那也不是没有好处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在跟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呢 就比较能够去了解到说不是因为他是公务员 就一定是条条狂慌的 他其实很可能有一个创新的心灵啊 他只是在等着他的长官去说 你创新如果烂掉 如果爆炸的话我来负责而已啊 好那有18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我们先天智商不若宁高啊 有没有办法透过后天训练 培养出你的聪明跟逻辑啊 到底要怎么样子我才好啊 不过我想就是智商在成年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果有看过博恩夜夜秀的话 我在里面有稍微讲过一段 by the way 我没有付他钱啊 他没有付我钱 那在那一段里面呢 所以不是ray好的 他没有必要做求给我 就是他有问我差不多类似的问题 那我当时就是说 其实你的手机上面只要灌个几个app 那这些app呢加起来 其实任何伪式智力测验 就是成人测IQ的那个测验 其实他测的是一些最不重要的东西 就是让你正背倒背一些数字啊 什么东西转个90度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说真的你不用连到网路啊 手机都可以帮忙解决掉 那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善用科技工具 任何人的智商都是测不出来 都是160起跳啊 那所以最重要的 我觉得后天的训练 还是说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好像有聪明才智 而是说我自己变成一个空间 变成一个容器 然后去说 我真的搞不懂电竞到底要怎么解决 希望这个板上面的大大门 这个游以叫我啊 就是一个谦虚的 这样一种互动的一种态度 其实这次 为什么台湾防疫那么成功 也是因为陈希中指挥官 不断的在使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嘛 每次这个就算有一些很 这个我们听起来觉得 很离经叛道的这个问题 是新闻记者问出来的啊 或者是立法委员问出来的啊 或之类的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 陈希中指挥官他不断的 他就有一个标准的 这个反应的方式嘛 就是这个委员教教我嘛 或者是说 这个非常好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你早说嘛 等等 就是说 有些非常标准 就是不是否定掉你 不是说 好像他是指挥官 他最懂 而是相反的 你是公民社会 你应该最懂 那像我今天稍早 才跟这个瑞典那边分享啊 就是 我们在这边有一阵子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疫调人员 接触到一位确诊者 那这位确诊者 说他都是宅在家里啊 也没有接触人啊 怎么可能会得到呢 等等 但是隔天之后 这个确诊者就终于这个 说 没有啦 他其实是在酒店上班的 这个专业工作者 那这个工作者 因为想要保护他的客户的 这个机密嘛 隐私嘛 这个很重要 各位应该都了解 那所以在异调的时候呢 一开始就没有 这个完全说实话啊 这个是要平衡他的专业伦理 跟这个公共的健康嘛 对 那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这个指挥官呢 就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 他并没有说 那这样子 如果不如实申报 就要关起来 他甚至没有说要罚还 他只说 我们期待 所有的营业者 包含酒店跟这个夜总会等等 能够去想出什么办法 去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去落实实联制啊 那这个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他取高恶寡 就是说 the whole point of going to intimate club 就是要break social distance right 就是说 你去那边 就是为了要突破社交距离 怎么可能说 你要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还要落实实联制呢 这个是在说笑话吗 那但是 因为他是这样子 就是非常这个理所当然的 这样子讲出来 所以确实之后 这个酒店啊夜总会 确实是稍微 这个关门了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就有人出现了社会创新 什么社会创新呢 就是好比像说 有人戴一个帽子 那个帽子有一个这个塑胶瓶嘛 那所以呢 还是看得很清楚啊 虽然听不到 那但是呢 可以在底下喝酒啊 那所以就保持了 physical distance 那而且呢 他们是用一张纸嘛 去你写下你的联络电话 他及时的这个 传个简讯给你啊 确保你可以收得到 但是就像slido一样啊 你可以留言说 这个你的名字 不是你的真名 而是你是好想也那么聪明的人啊 那就是这个seudonym嘛 这个笔名 哎 这样子你还是可以进场 因为实联制并不是实名制 那所以如果过了四个礼拜 哎 那边没有发生任何感染的话 他们就丢进碎纸机嘛 把那个联络部 把它这个碎掉 那在这样的这两个前提之下 哎 确实开始有地方政府觉得 哎 那他也是防疫国家队的一员啊 哎 慢慢他们就又重新开放了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是期待 公民社会也好 经济部门这些专业工作者也好 是没有创新的能力 绝对不会好好用肥皂洗手 怎么可能去留下自己的真实联络电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反而会变成防疫的破口 就像我们在很多国家 现在看到的那样子 他们夜生活变成了防疫的破口 但是因为我们的指挥官 一开始就是去说 没有你们也是国家队的一员 你们应该要做出社会创新 就是说这个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众的智慧啊 绝对是高过我们的专家的这个智慧啊 好 那有18位朋友们在问说 你讲话的速度这么快 思绪如此敏捷 进入政府的公部门呢 是不是会有沟通的障碍啊 我想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在这边讲 是因为各位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我通常在公部门进行协调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个逐字稿 我几乎不讲什么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会去问一个问题 然后问了是说 这个在网路上面有一个人提到说 其实没有什么研究证明说 电竞跟网路成影有任何关系啊 网路成影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软性的一些 是社群媒体什么的等等 那这个大家有什么看法等等 也就是说我其实只是一个通道 我把网路上的这些很好的问题 引到我们的公务机关里面 让我们的公职人员知道说 原来还有这种看事情的角度 那反过来我们也把这边公职人员所 讲出来一些论点 放到网路上面去让大家去批评指教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这个point只是 大家应该要彼此互相多参考 多参详 多彼此听一听 那因为是这个point 我并没有agenda to push 我并没有说大家一定要讨论什么 每一场都是像现在slido一样 就是大家来决定我们要讨论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大家跟大家彼此沟通 而不是好像我一定有什么东西 要说服大家 所以这样就不会有任何沟通的障碍 有沟通障碍是说 我完全不去聆听嘛 我就是只顾着讲 但是因为agenda都是民众啊 也是我们公务同仁啊 一起来设定的 所以其实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可言 反而那些障碍是 他们之前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听过 另外一方怎么说 那我只是创造出一个空间 让大家彼此聆听 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就是说 这样子一种彼此聆听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这个永续发展目标嘛 现在就是说 大家不是只是去计算 上面的这些量化指标嘛 这个左边的右边的量化指标也很重要 那这个就是同样的 透过数位的方式去确保说 每个人在做的什么事 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或环境问题 或造成什么社会问题 或环境问题啊 就是要accountable 就是要能够去给出交代嘛 那给出交代的方法 当然有很多 那这边是挑几个永续发展目标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 push的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 以前大家可能是分别 for profit 那有赚到钱的时候 with purpose 那但是现在就是说 每个人也许在一开始 就可以for purpose 那但是for purpose 我们尽可能找出 这样子的联系的方法 确保大家还是with profit 但是主要是for purpose 那这些purpose是什么呢 就是这17个 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在院内 主要协调的一个方法 就不管你来跟我讲什么 我最后都是对应到永续发展目标去 那这样子自然呢 长此以往 大家就会学会用同样的与会沟通 如果大家同样的与会沟通的话 自然也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 因为很多是同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领域 用不同的与会说明而已啊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行动支付在台湾普及很慢 惊叹号问号 想听听唐大哥站在政府 或民间业织的角度啊 如何继续推广 确实 为什么行动支付推广很慢 因为电子支付太方便了嘛 票证悠悠卡这些 真的很方便 如果这个我用悠悠卡 要感应只需要一秒钟 但行动支付反而要一秒半 我就不会去用行动支付了 那所以我是一直到就是 手机可以就是不需要往上滑 也不需要特别开一个app 而是整个手机 我不管在做什么就直接感应的 这样子一种NFC支付出现 我才开始慢慢从 用悠悠卡改成行动支付 那当然之前悠悠卡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好推 为什么因为现金取得也太容易了 我常常在院里面开玩笑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推行动支付 我们应该就说便利商店 不可以设提款机 而且我们一年之内不抓假钞 那这样子的话行动支付 马上就爆表啊 但是这个就是为了充KPI 而充KPI 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那也就是说在台湾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 行动支付的这些方式 真的都是它解决了一些痛点 或者它在使用上面真的比本来的东西方便 我们是不会接受说刻意的去让削弱 本来的支付方式 只让某一家独大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 好比像说之前有人带着指环嘛 指环要能够去感应去做行动支付 这当然很棒 那但是呢我们本来的那个regulation呢 是说你要在1.5公分以内才能够感应 那但是呢这个指环如果你有这个用过POSG的话 你要凑到1.5公分那个手会扭成一个很不自然的姿势 那久了可能还会忍耐拉伤什么东西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没有对于这些新兴的这些制服方式 就是我们放宽那个感应的距离3公分啊10公分啊 那些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其实主要就是政府不要挡大家的路 让大家最新的这个创意的想法 就算目前看起来好像违法 只要不要违反资助恐怖分子跟洗钱 这两个这没有办法违反 其他都可以做实验 就是任何的这个我们的部会的主管的法规命令啊等等 都可以到金融沙盒嘛去进行实验 我们会尽可能去partner一个新创业者 跟一个现有的金融的player 然后呢试着让他实验一年之后告诉 整个台湾说确实透过手机去做KYC 透过你的SIM卡的这个缴费的记录去做受信 这个好像也不错 那这个就离开了沙盒 已经变成我们的风险公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继续推广里面 这个inclusion就是说去empower这些 就是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小 或者是其他别的状态 所以不太容易使用传统金融工具的朋友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sustainability 就是说这个方式不是靠一时的政策的补贴 或者政策的push 而是说他真的是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 能够deliver value 那这样子我们虽然看起来创新的速度慢 但是每个创新都是我们很容易跟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分享的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长远的一种创新的一种方式 有17位朋友们问说人生是否需要目的 如何放下焦虑活在当下 那我想刚刚讲的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就是非常大的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 通常大家会有两个反应 一个是说这些怎么可能2030年全部都一起达成 简直是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因为每个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包含气候变迁等等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拼图的一块 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做某一件事情 比方说我自己主要是做SDG17嘛 里面就是刚刚讲到reliable data effective partnership open innovation的这些部分 所以这169块拼图的这个拼图的片 我们再分成17个大类 那我可以拼其中三片嘛 那我也可以自己比较放下 比较这个能够放得下 我自己好像169片都要拼起来这个概念啊 就是另外166片那就要靠大家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发现说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目的的话 就不是你个人的目的 而是说你在这里面扮演 好比像说169分之3分之2分之5 等等的这些角色 那有这些角色出现的时候呢 那你就也不用焦虑了 因为反正不可能你一个人做得完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说 那我一天就是做我一天的工作嘛 那我今天能够把一部分的未来 那带到现在 把一部分的2030年的勇气发展目标 提早一点点实现 那我很高兴 那但是呢我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去期望于明天哦 因为明天一定会有新的创新 从社会各种不同的角落出现 他们也开始拼这个拼图的一部分 所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共同目标 共同的价值 而不是你个人的那个线性的目标的话 一下子就可以放下焦虑来哦 那我们呃 还有15分钟 有15位朋友们问说防疫期间当口罩地图 受到争议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跟政府跟社会给出交代哦 怎么样 accountable 那大概很简单嘛 只是四个字了 就是你行你来哦 那就是说 哈哈哈哈 对 好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哈哈哈哈 对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东西不完美 那本来大家就该批评嘛 这个我们要这个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自由民主本来就是希望世界各界批评 但是不是说会炒的有糖吃啊 因为你炒着要的那种糖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炒出来 所以就是说会炒的呢就要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 那这个就是你行你来的这个精神啊 那好比像说像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口罩地图也不是我的主意啊 是一个台南人叫做吴展伟的主意嘛 他当时就是觉得说哎 操商这个seven也不知道 全家是已经卖给这个人三片口罩了 那这个OK也不知道 莱尔夫已经卖给这个人三片口罩 现在我都要四个都讲啊 因为跟他们合作 对要保持那个inclusion 对那那所以呢当时他的想法就是说 那他让大家自己来回报 说这个超商还有口罩 这个超商没有口罩等等 慢慢就可以累积出一个evidence based的一个map 去看说社会上如果有些留言说什么 半夜两点一进了口罩 半夜三点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全部都买光了 等等这个到底是真的 还是不是只是都市传说呢等等 哎这个就是可以透过视觉化的方法来解决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很快就欠了Google60万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 因为这个地图的API很花钱啊 那但是呢他就到我们的这个G0V嘛 就临时政府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公民黑客啦 的这样一个社群去求救 那我也是就是有就是让他欠钱的其中一个贡献者 因为我常常用那个口罩那两天的地图 那但是呢我就说那我可以跟院长讲嘛 那我就跟苏院长讲说 这样子一个地图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做实名制 只要大家盲目的相信政府啊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他自己排队前面的那个人 跟后面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叫参与实验证嘛 participatory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好比像说这家旺安乡卫生所 那假设我是一个成人 那现在我每两个礼拜那可以取得九片口罩 那我就相信说哎我排队前面的人后面的人 他只要有口罩地图或者是疾管家那个line app 或什么之类的那他会自己去确保说确实我刷了我的健保卡之后 这个数字真的变成呃四十九而不是变成呃六十九啊 如果这个数字变成六十九他当场就会打一九二二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相信特定的机构 或者是特定的这个呃就是机关像健保署等等 而是是相信这个分散式的账本嘛 一个distributed ledger 因为我们有一百多个开发者 那就是有一百多个不同的账本呢 存在这些开发者的app里面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这个呃就是穿越时光去过去去篡改那个记录啊 马上九十九个开发者就发现了 那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账本 他一下子就让大家能够彼此互相相信 那所以这是本来就是民间的主意 那但是呢很快就有钥匙开始这个呃有非常不同的见解 就是我们一一旦有这个口罩地图之后 很多钥匙说我为了去让大家更快拿到 我就发个号码牌 所以我早上九点到十点发个号码牌 那发了号码牌之后你健保卡先放在我这边或怎么样 那大家下午下班了四点五点啊再过来拿 所以它是两个时段 一个专门发号码牌 然后一个专门发口罩 那中间他慢慢的去过卡 就是说呃有两百个那个健保卡放在他那边 他慢慢一张一张去刷 所以我们从口罩地图上看起来 他就是缓慢的下降 那他还没有降到零的时候 就很多电话响起来了 就说哎那你们这边是不是还有口罩啊 我们从口罩里头看起来 那他就不断的说哎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 可是明明这个账本上面就写说还有 啊没有我们再缓慢的过卡等等 所以本来是要节省钥匙解释的时间 反而增加了钥匙解释的时间 那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哎有另外一位台南人叫江明宗 就是有一大堆三角形的那个版本的口罩地图 他那边有让钥匙这个能够回应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呢我们就确保说钥匙如果只是呃鼓励我们 或者是呃只是这个谩骂啊 那我们看过就算了 那但是呢如果钥匙提出很具体的建议 好比像说我希望我早上九点到十点 发完号码牌之后我就从地图上消失 我的营业时间呢就是九点到十点 哎然后五点到六点 这个呢能不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栏位 哎我一看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马上就加上了这个新的栏位 又或者像说钥匙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完发完号码牌 所以呢我们后来就设计了一个按钮 他按一个键就可以消失在这个地图上 也就是说他号码牌一发完 等于铁门就拉下来了 那这个也是直接运用钥匙的这个idea啊 那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就是说 哎你行你啊你只要讲得出一个具体建议 我们担保我们七天之内一定就改城市 变成大家的这个具体建议 变成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版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大家的这个负能量啊 变成创造性的能量 所谓负能量发电啊 就是说大家这个会有那么强的这种看法 那表示说后面一定他有这个动机嘛 去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所以就像我们指挥官说的 哎对啊那你你教教我们嘛 那每一个钥匙都可以教教我们 用什么样的新的做法可以做好 那这个确实也很有帮助 还比方说我们现在邮局的版本的三倍券地图 事实上是用口罩地图完全一样的这个API 所以在第一天在邮局的时候 也发生了所有跟钥匙 以前发生一模一样的这些状况 发号码牌等等 但是那天晚上我就到这个邮局开会 然后去分享钥匙们的之前精彩的见解 他们就全部参采 所以从隔过一天开始 不管是他的营业时间 他可服务量 他按个键从地图消失等等 全部就是所有的邮局都开始有这样子的系统 所以就缩短到24小时 而不是像当时24天经过三个礼拜的这个Iteration 我们从药局这边收敛到的东西 24小时之内就从邮局这边收敛到了 从那个之后邮局办了三倍券地图 就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争议啊 等等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一旦你开门造具之后 造出来的那辆车 不只是一辆车 他还附一个blueprint 你之后想要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从之前的这个概念里面去学习 有示威朋友问说 以一个科技人的角色进入僵化的政治官僚体系 心里想要成就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公务员其实是最创新的一群人 那这个这个是我加入内阁之后才真正了解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公务员服务法让他们这些创新的东西没有办法让外面知道 所以在里面不管有多少创新的案子到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最后的那个角色的案子 如果那个案子执行不利的话那当然事务官难免要这个挨骂 那但是如果执行的很好都是政务官的功劳 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呢后来呢我们透过这些开放政府的方式呢就不是如此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刚刚那个电竞协调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公务员都是有名有姓的 那甚至在我这个巡回全台湾去进行协调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透过视讯的方式把这个比较偏远的离高铁比较远的地区 好比像说我们这应该是内地吧应该在南投 南投可以连得到这个各大这个六都的这些中央跟六都的公务员们 那这些公务员们当然有时候还有一些文化的转译者 好比像说原住民族的这些老师们 那这些就是确保说在地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说 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好像变成一张A4纸或者几张PowerPoint 然后大家就这个来文这个内政部转卫福部啊 转经济部啊转什么啊 每次转就好像那个压缩率这个就越来越高啊 就是压成越来越薄的一张纸啊 那但是这个不免就是实际的状况 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呃呐呐呈呐呈呈出来 所以很可能就是中央的部会的朋友们觉得它解决了问题 但是事实上只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 而且在这些原先的朋友看来根本还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啊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那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通过这种多方面视讯的方式 确保说当在地的朋友们讲这些的时候 十二个相关部会的朋友们就可以及时的听到在地实际的这个状况 而且及时的去回应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虽然是视讯也有个两分情 戴口罩只剩一分情 所以这个视讯还比戴口罩好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会开始慢慢一次两次 因为我每个月固定做这样的巡回 一次两次就开始比较信任 确实我们的问题 中央的公务员是及时的去解决 有一些他想出来的方法 不一定立刻可行 说不定还需要立法院 还需要什么 但至少他的心是在我们这边 而且了解我们的情况 而且我都跟这些公务员朋友说 他们抢出任何创新的想法 如果爆炸了都是唐峰的错 为唐峰试问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就有恩必答 那但是如果有任何功劳的话 不管在逐字稿上面 在大家面对面这个摄影 录影记录360的直播上面等等 大家都知道说是这一位公务员 他提出了这样创新的见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瞬之间大家就了解到说 原来在公务体系里面 有那么多非常创新的朋友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 讲到那个你行你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举一个最早最早的一个例子 他是一个叫做卓志远的一位朋友 当时他在我们的就是Join这个平台 就是公务员开给民间能够连数到5000人 我们的部长就要踹共 就要出来给出交代的这样一个平台 有一位叫做卓志远的朋友 在2017年的5月初的时候 他提了一个案叫做暴血软体 难用到爆炸 但是这个案子其实甚至不能讲是一个建议 因为他里面的内文全部都是负能量 然后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可以用的建议 他就是在讲说会当机 在Mac上面他跳出一个视窗说请你稍等 然后四个小时都没有动静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在描述一些爆炸的一些情况 那底下那个一排留言都是说什么官贸公司 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财政部长应该下台啊等等 这反正都是负能量了 那但是呢在我们的行政院里面呢 有一个编制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说 就像国会联络人去跟立委沟通 新闻联络人去跟新闻记者沟通一样 这些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快要爆炸的一群人沟通 他是跟hashtag沟通嘛 就是他是专门跟hashtag沟通的一群人 那所以像杨金亨专委当时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就非常有勇气 他在没有问过任何人批准的情况下 他就在那个讨论区那边po说 我们感谢大家的批评指教 任何人只要在这边骂财政部 不是啦 任何人只要在这边提出对我们的批评 你就获得了一张邀请函 两个礼拜之后请到财政部资讯中心 我们一起来做出明年更好的报学系统 那这是你行你来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赶快在他底下推文说 我是唐凤他讲的是真的 那这个马上风向就逆转 八成的朋友们就开始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些见解 我们后来也看到了卓志源本人 那他事实上就是一个专业的互动设计师 所以谁在乎谁痛苦 那所以就是他连看到这个标凯体 都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了 那当然更不要说本来的这个报税软体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直播的这个方式 就是就算你不是在财政部资讯中心附近 你也可以透过刚刚那个slido系统 打字来帮助我们的报税软体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们就透过了刚刚讲到体验设计 就是服务设计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叫user journey 就是不是去看这个系统的架构 而是去看我们在报税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从收到宣导到前置准备 可以安装这个使用凭证等等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到底有怎么样子的细节 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碰到哪些问题 想要解决哪些问题 以及情绪如何 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slido也好 这个网路上给我们批评指教的朋友也好 他就算有100个人洗版贴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还是只贴一张便利贴 但是呢 如果你提出很多不同的论点 我们就帮你贴出这些便利贴 所以本来看起来好像爆炸是非常非常多的千丝万缕 但事实上归纳之后 大概就是不到100张便利贴 就可以去把本来的报税软体的问题去穷尽了 那在这里面呢 我的工作呢 只是确保就像刚刚说 把专业的五楼带进来 就是说我把金碳号拿掉 但是是用它本来的字贴上去 因为我们在公务体系里面 不管是再创新的朋友 都会有一个反射动作 就当他看到网友写字报多 然后他需要签到长官的时候 他会自动把它翻译 变成说文字稍嫌冗坠 这六个字就有点稍嫌冗坠 那当然就是他不希望他的长官这个 就是血压身高嘛 这个我想也是可以体谅的一个心情啊 那但是看直播的网友看起来 你就是没有站在他们那边啊 你如果要站在他们那边的话 他写字报多 你就是要贴字报多 他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你就是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甚至他去质疑就是我们一开始报税软体的设计逻辑 好比像说使用者的情绪这边 之前呢在2017年以前的版本 Windows的版本 你报税到结算完 但是还没有送出的时候 会忽然跳出五区国税局还不一样的五个不同的这个吉祥物之一啊 跳上跳下 然后用标凯体写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惊叹好 你在平常的时候可能觉得他很可爱 但是在报税的时候看到这个 只觉得他的笑容是满满的讽刺 这不是设计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有一位网友就写说 这个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你所谓痛快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你不是在痛的过程里面突然跳上跳下 想要我这个心情变好 这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吧 流程缩短 那这个我的心情自然就不会坏那么久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里面叫做amass 就是一团混乱 那这一团混乱 大家最后抽丝剥茧之后发现 真的五千多个人的便利贴 最后归纳就这么一些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最酸的这些朋友们都邀过来 然后呢 在这个四场工作坊里面呢 去跟我们国税局的公务员 以及我们的苦主就是官贸网络公司 实际这个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所以大家在同一个桌上就吵不起来了 那所以他们就花了四场的工作坊 最后真的吧 本来有点丑的 这个变成了相当漂亮的 这样一个总锁税的申报系统 那在第一开始推出试用的时候 2018年Mac跟Linux就有96%的人喜欢 那到隔年 就是因为当年就是新的界面太popular 甚至有Windows的使用者要去见Mac报税 那所以我们隔一年就说 那这样所有人都可以用 确实就98%的人喜欢 这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这样子一个approval rate 那不管是94 96或98 事实上这后面都是讲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自己进厨房炒的菜 他觉得比较好吃 就是我们只要花足够多的钱 去contract out 去请design firm设计 这个一定可以设计出更漂亮的东西 但是呢 他自己稍微有加一点点葱嘛 有加一点点盐嘛 他会说这个有一张便利贴 是我贴的 他就好像传教士一样 就会去说服他的亲朋好友说 这个息息生性的系统真的比较好了 你只要这样子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 大家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东西 自动取得了正当性 那在这里面 当然就立刻就 目前这个已经高升了 的这位这个杨金恒专委 那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 都会把他的预兆 这样子放上来 所以他也是鼓励 其他各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要勇于的去面对这些挑战 接受挑战 处理挑战 放下挑战了 那所以这些过程呢 就是你行你来这个过程 现在就延伸到 所有我们之后的系统 都是这样子做 不管是登山的一战事 这个面向海洋的一战事 那或者就连这套系统本身 后来变成大家订购口罩的 那个口罩2.0 3.0的系统 就这个去改的 那现在同一套系统 又变成三倍圈的系统 所以也就是说 整个政府的数位化 就是在这些看不顺眼的朋友们 不管是这一位卓智远设计师也好 或者是吴展伟 就是口罩地图一开始的作者也好 反正呢大家看不顺眼 那就有动能 有动能 因为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嘛 那我们就让这些有动能的朋友 实际进厨房 然后一起炒菜吃 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出 真正台湾的社会创新 那今天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发生了这个精彩的演讲 然后同时 这么及时的跟大家的互动 那请